让台中市议员拿出两颗道具手榴弹 直询台中捷运若遭恐吓怎么办 下一秒甚至直接走向局处首长座位区 要市长卢秀燕收下这两颗手榴弹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道具 但市长卢秀燕脸色铁青 不止不收 等议员回座他更直接重话提醒 我觉得刚才这个行为恐怕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跟学习效益也是要慎重 原来前一天6月16号下午1点20分左右 台中1999市民专线的网络客服收到恐吓讯息 说在台中国家各剧院安装遥控炸弹 将在下午4点引爆 辖区警六分局立刻跟行大组成专案小组 一边人员疏散更分层分楼地毯式搜查 确认没有任何爆裂物 而警察追查IP来源是日本 实在是炸弹恐吓频传 上个月17号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才收到不明恐吓信件 说馆内被安装9颗遥控炸弹 两天后19号上午又收到恐吓信 也是说装了遥控炸弹 两次警方都清场地毯式搜索 确定馆内没有危险物品 但嫌犯却是透过境外跳板 躲避查器 国家各剧院的一个IP 它是在日本 科部馆的部分呢 它的IP在美国 不排除是同一个人 还是要透过刑事局 国际科的一个清查之后 再做相关的一个厘清 警方研判 嫌犯的目的是为了引人注目 强调这已经涉及恐吓公众罪 可处两年以下徒刑 千万别模仿 如果查出是同一人所为 在一罪一罚论处下来 要卑的刑则 恐怕也不止关两年而已 TVBS新闻江俊燕 红彩人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